你覺得這個消息對方望股的衝擊會不會很大 又未止很大 始終在說一些以往發生的事件 但問題令市場開始想起會不會過分地樂觀 是的 就又來過監管 這是短線調整其中一個 所以我其實看上星期很多人做總結 覺得市場沒有方向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看短線 你看小市圖 港股行指也好 整個板塊上也是 整個上升動力是明顯地轉弱了 簡單一點 短線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市衝到22,500 又是上次那些高位 沒有力再上 甚至大市的成交金額 有一個減少的狀況 當什麼時候確認整個升勢 有機會結束了 或者說開始要做深一點的調整 大成交向下 如果你說有個大成交向下的情況出現 都確認就是市場開始不跌 但如果你說短線 好像教你爸爸今天只是調整3% 甚至5%多一點 去到110元流 還是110元流上的 我們畫上升軌上來 還未穿的 移動平均線 試分20天線而已 問題真的不大 所以說短線會不會突然大成交向 都未出現一些大成交向下的狀況 我們不敢說它玩完的 但是抱著一個心態就是指數 向來都是一個上落格局為主 如果你看到極短線 用小事圖來計算 開始是有些頂背次狀況 由恒指22,500開始 那些位置升不穿之後 慢慢回落下來 一出現大成交回落 基本上就是短線上升的 momentum 就完結了 從來沒有想過這段時間 就是1、8、2、3 見了底 走一個牛市出來 但是走一個上落格局而已 那個 range 究竟有多少 23,000還是24,000 有沒有機會看到 老實說有的 你說如果你說這段時間 那些業績期間 即是說內地的政策出來 即是很厲害的情況下 23,000還是24,000又多難 但問題是我們不期望這個狀況出來 這些政策是要時間見效的 譬如說過去幾個星期 大家經常提及到一些車股 大家看到六月份的銷售數據 OK的很厲害 吉利也好 夏至吉利 上至比亞迪的造車身勢力 全部都賣到火紅火熱 但用一個理性角度上看 就是整個消費政策出來了 稅又減賣 簡單一點買的車真的便宜了 突然間有折 那好像賣得好是理所當然的 即是如果你說有政策出來了 都賣得不好的情況下 情況就很悲觀 萬八點都受不住 相反地那些東西衝上來的時候 市場就覺得那些東西很樂觀 業績出來了 這段時間是業績期 就開始有些業績預告的狀況 業績期就下個月 這段時間開始有業績預告的狀況 如果見到那些東西強差人意的時候 就開始有一個調整的勢頭出來 所以你問我 這個星期是不是橫行 我覺得整年都是橫行的 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大牛市升勢 不過波幅會相對比較大 由低位橫行的低位去到高位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升浪 但是不會有什麼大成交向上突破的狀況 以往如果大牛市 好像上一輪升浪上面 衝到上去兩萬二千元的時候 二千億日均成交金銷 當然是向上突破 但問題就是宏觀經濟不配合 當市場過分樂觀 衝勁很多東西很轉的情況下 一有什麼風吹草動 短線就出事了 所以這些市況 我們經常都說要不要亂高墜 當你去高墜一些股份的時候 想一下過去兩個月發生什麼事 而港股我覺得現階段的狀況就是過分地亢奮 短線要回到可能兩萬一樓下 不是不可能 你沒什麼必要這麼心急去買東西 但是如果你採取分柱吸納的話 作為第一柱這些位置買又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是你不會肯膽兩萬樓下開始買 但是如果你真的採取一個分柱吸納採索 我們比較建議一正義的兩萬點樓下 這些位置開始做 但是如果你高人膽大的兩萬二開始做都可以 那你會分多幾柱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短線部署上不容易的 我們記得兩個星期做星期一 都是突然間 我們講的時候 市場都跌300多四百點 可能轉過頭部線 是有這個狀況 所以短線 不要說短線 長線我都預行range 短線更加是一個range格局 暫時來說 看著兩萬一至兩萬二 對 向上 就是第一步就是兩萬一兩萬二 因為不少分析都說到 其實十天線 21,886點 或者齊頭位 22,000點 阻力都大 我會這樣說 如果你看到短線 不要開日線圖 我經常都在說 當你看到短線的時候 你開小指圖 可能相對比較好 如果你開日線圖上面 拿著十天線、二十天線 一個很傳統的角度上面 如果你看到平均移動線 現在最低那一條 五十天線 二一零一八左右 上落八百多點而已 大家玩了港股 不用玩太久 玩了過去半年了的經驗 一日跌一千點 是不是沒有試過 或者一日升一千點 是不是很難 是不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不是的 在過去這半年來講 也不只是經常性發生 但你不會很意外 一個重大消息蓋起來 就會出現 意味著什麼 這幾條平均移動線 可以一日之內完全失手 一日之內完全升穿 這些格局是代表著什麼 代變而已 所以那些平均移動線 升不穿就說它阻力大 升穿 你就說正在行升浪 你通常都是這樣說 而結果我覺得多數都是錯的 最重要我覺得短線來講 你看成交金額 大肆的成交金額 但是不是代表大成交一定是好事 也未必 短線 因為我們本身不假設有個升浪出來 你在沒有成交的狀況下 自由發揮 正如剛剛所說 夾到上去2.3萬又可以 但未來如果有個大成交 向下跌穿的狀況下 你就要交配小心 特別是這個價位 即是這些指數位上 不要看少調整幅度 但如果你是出現一個大成交 向上突破的情況下 第二次是會有信心的 因為之前說的大成交破 但我只是看2.3萬左右 所以我覺得短線來說 如果你說沒有成交的狀況 反而未必真的一件很壞很壞的事 所以剛升是可以短線 短線上升1,000 只能夠這麼困難 那就當到2萬2,000的位置 那些位置就想要取消 所以短線來說不容易 那些東西變得很快 可能下個星期我們說的東西有不同 其實剛才我不是打算和你爭論 我打算簡單總括你的論點就是向上 你第一站看 2萬1、2萬2 不,你聽我問完的問題 對,向下看 你覺得去到哪個位置會比較大支持 我就是不要想哪個位置會比較大 所謂的支持位置 你特別用平均移動線去說 一下就跌穿了 即這一刻我講 所以你的計算未必是用移動平均線去計算 我們會用一個部署策略 就是當你2萬點以下 你可以大力點買東西 你可以大聲點買東西 你現在說這些水平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貨的 那就是分駐給納 即如果你常常維持一個短線部署 第一方面你不要開一個日線圖出來 你開一個日線圖出來 你做一些超短線部署 過去一年不行 我相信今年都一樣是不成功的 如果你開一個小事圖出來 就是開始有個22500見頂回落的狀況 你是開始想淡倉 短線部署駁跌穿2100 還有這些位置 到時候才找位置 你突然間看2100的位置 這些位置開始探 但最後突然間有些壞消息 蓋上去到20000點 那又何必 如果短線部署你都是容易想目標價 你想想大行寫報告 他們有目標價 至少都看12個月 短線還要找目標 短線不是 短線只是跟著那個momentum 現在說那個momentum 就開始轉差 而這件事不是今天才開始 由大成交衝不穿22000已經是一個景號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就是你想想哪個位置有些重大的支持 我老實說 差不多18000點的位置才會有重大的支持